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正和一个女朋友在一块住 案件疑团重重 亲生儿子进成疑胸 一家人究竟经历了哪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 我想有个家 即将播出今日说法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今天我们带您到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去 在今年的八月 哈尔滨警方接到了一个女人的报案 这女人说跟她同居的男朋友 一个身家千万的商人 找不着了 人不见了 2011年8月2日 黑龙江省的李女士 慌慌忙忙的来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报案称自己的男朋友失踪了 来报案称 她的男朋友 在4月23日 从她家走了之后 始终几个月时间就没有音讯 李女士报案要寻找的人 名叫王庆斌 今年55岁 警方通过调查得知 王庆斌是个商人 自己除了拥有一家水泥厂之外 还涉足钢材酒类等生意 在哈尔滨算得上是一个知名的企业家 但是社会和家庭的关系 却比较复杂 结婚结果两次 等于是前后两个媳妇 两个儿子 而且呢 现在还正和一个女的就女朋友 在一块住 因为王庆斌的感情经历比较复杂 一开始警方怀疑 是不是王庆斌和李女士感情不和 王庆斌暂时躲了起来 但是没过几天 王庆斌的妹妹也来报警找人了 是5月2号 5月2号就我侄儿给我打电话 问说这姑姑 我爸上的去没有 我说你爸没来呀 王庆斌家人的报案 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警方分析 由于王庆斌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 不排除在做生意过程中 与人结仇的可能性 这个就是王庆斌的照片 当时他们就在谈那个工作室 这个是什么 这也是吗 对对对 而且据王庆斌的家人说 因为拆迁 王庆斌刚刚得到了一笔 数目可观的拆迁外 那么王庆斌的失踪 会不会和这笔钱有关呢 警方首先 根据王庆斌的社会关系 展开了调查 在这个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里面 我们一一做了排除 认为都不具备 这个作案的时间 还有作案的条件 甚至有的不具备这种动机 一方面警方根据线索继续侦查 另一方面 王庆斌的家人 也在他经常出入的地方 继续寻找 就在警方和王庆斌的家人 一筹莫展的时候 王庆斌的前妻和大儿子王蒙 做出了一件让大家无法理解的事情 为了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庆斌的妹妹 给之前的大嫂打了电话 但是大嫂的回答 却让她感到事情不那么简单 我说嫂子 我哥有没有信啊 你别让我们这么牵挂 这么长时间呢 他说那个 你就不用考虑你哥了 你还有个侦 还有个孙女呢 要有这个电话 我就觉得 是否这个嫂子有问题 就在王庆斌的家人心里打鼓的时候 警方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 也掌握了新的线索 据王蒙的朋友反映 王蒙在他父亲失踪之后 经济状况突然好了起来 并且把之前欠的钱全都还上了 王蒙的这些异常的举动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儿子多次在外面宣称 说他爸因为经济诈骗 外逃了 逃之前把这个车留给他 而且匆匆的过户 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意见都挺大 按照常理来说 自己的父亲失踪了 作为儿子应该很是着急 但是王蒙不仅没有继续寻找父亲 而且还急着把父亲的车 卖给了别人 这些反常的举动 引起了警方的高度怀疑 经过讨论 警方决定 请王蒙和他的母亲 到刑侦支队协助调查 你是王蒙的母亲吗 哭了完之后呢 说 我真是当时想报案 但是我不敢去 那是我的亲儿子 当时讲话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们一下就明白了 王蒙母亲的崩溃 让办案刑警们 更加肯定了之前的怀疑 于是连夜对王蒙进行了审讯 为了尽快让王蒙说出真相 办案刑警给王蒙母子 安排了一次会面 门一开的时候 我就给他母亲跪下 说妈我对不起你 你白压我 我回来王蒙就是交代了 基本交代了所有的罪行 据王蒙的交代 结合办案刑警侦查的情况 得出了一个让所有人 都十分震惊的事实 王蒙故人绑架了 自己的父亲王庆斌 而在绑架的过程中 一名王匪失手杀死了王庆斌 事后两人将王庆斌的尸体 抛入了废井中 根据王蒙所说 警方找到了抛石的地点 找个钩子去 找个钩子 铁丝硬铁丝啥的 铁丝铁锅 找个钩子 对 把尸体捞上来 拿来做DNA监定 确定要死者 就是王庆斌的人 就是王蒙的父亲 那我们干脆就都受不了了 没有想到几个事 那也是一个侦儿 这是个哥 能想到的事 随后 警方根据王蒙提供的信息 对以张金龙为首的 四名绑匪实施了抓捕 八六年成生 一米七十年 一早不是开车来 就得打车来 对 不行来可能 对 对 对 那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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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警察找你干啥 这位王蒙啊 自己说 没法犯自己说 那王蒙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父亲呢 为了弄清楚其中的原因 记者跟随警方来到了看守所 见到了王蒙和他的母亲黄美华 就是从4月23号那天一直到现在 每天就脑袋里边就是后悔 肯定是后悔 黄美华只要一提到儿子王蒙眼泪就止不住的流 说这一切都是王蒙的父亲王庆斌的错 没说我这一辈子掉了他手让他害 50多岁了上这里来来把孩子也害了 都是因为他 按照黄美华的说法 这一家人的恩恩怨怨还要从1982年 王庆斌和黄美华两人刚结婚时说起 黄美华说当时的王庆斌还只是个小老板 自己有个小门士主要经营汽车配件 他和王庆斌惊人介绍认识很快就结了婚 婚后两人的感情还算不错 第二年便生下了王蒙 但是王蒙刚出生不久 王庆斌就因为店里所卖的配件涉嫌消赃被判了刑 而这一判就是四年 那时候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了是 没过白天日吧 他就进去了 就给孩子等两年 四年的时间里 黄美华自己拉扯着王蒙 而在王蒙的印象里 从小对父亲的印象就很模糊 没有什么就是父子之间的从来 那种感觉就是太少太少了 终于在王蒙四岁的时候 黄美华叛回了丈夫王庆斌 黄美华说他本以为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从此能过上幸福的日子 但后来他发现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黄美华说王庆斌被放出来之后很少回家 而且他发现王庆斌和店里的一个女同事关系不一般 王庆斌的话刺通了黄美华的心 最终在王蒙七岁的时候 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因为黄美华没有抚养能力 王蒙被判给了他的父亲 王庆斌和黄美华离婚时王蒙才刚上小学 按说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而王庆斌忙于事业便把王蒙托付给了自己的妹妹 但是当时王庆斌的妹妹也刚刚生了孩子 没有精力照顾王蒙 最终就变成家里谁有空谁照顾王蒙 王蒙那时候就是在我这 有时候我这要是没时间就跟奶奶奶 真是那个时候就是就像个球似的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王蒙小学毕业 王蒙说在他的印象里父亲很少回家 自己对父亲唯一的感觉就是害怕 从小一直到现在就是沟通特别少 我跟他一说话他骂我 鸡眼 就是说我要是说在家 我那些俩人说落上十句八句的有说有效 我都高兴好一天 就是喊 除了喊就是喊可好嘛 那还从来不说一句都不敢 1993年王蒙十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王庆斌结识了比自己小八岁的韩杰 当年两人就结了婚 1995年时 韩杰生下了一个男孩 而对于这一切 王蒙说父亲从来没和自己说过 他结婚我不知道 看见结婚照 父亲再婚生子对王蒙来说是个不小的刺激 而随着弟弟的出生 王庆斌把更多的爱转移到了小儿子的身上 黄美华说对这一切他也无能为力 他爸领了他们哥俩出去买东西 就是不给王蒙买 你觉得他对他不好吧 王蒙还特别怕他 也不敢跟他说话 嗯 什么都不敢要 人家小的什么都敢要反正也 看到儿子受委屈 黄美华很心疼 就在他想办法替儿子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自己的身上也发生了一场意外 而这件事彻底改变了王蒙的命运 黄美华离婚之后并没有再婚 他说王庆斌再婚没多久 自己就给他打了电话 说想接王蒙回姥姥家住几天 但是他没想到 那天他接孩子的时候 王蒙的继母也来了 在后头狂狂闭幕两刀 我一看都是血嘛 就苦 可能这会儿他爸还进来 再拽了女的和王蒙就跑了 事后 王蒙学校的老师把黄美华送到了医院 而这一次的事情 也给王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那以后王蒙变得不爱学习了 经常逃课和一些社会上的小混混走在了一起 最终王蒙初中毕业之后没有考上高中 16岁就闲在了家里 黄美华说当初怕儿子没人管学坏了 就把王蒙接到了自己的身边 自己带着 每天上班都把王蒙带在身边 我那时候就跟他们包的车库 我就领了他带车库 我管着他 带着他 因为我不离开他 要他领回去他家里面 就没有人管他了 王蒙跟到母亲之后 生活规律的许多 但是就这样还是出事了 2003年 王蒙的一个朋友找到他 说自己手上有辆车 急于出手 让王蒙帮忙想办法卖掉 我的时候 我带着他把钥匙都换了 我真没觉得那台车是头 所以说咋去卖 事后王蒙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钱 但是没多久王蒙说 他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 十分钟之前和我爸同的电话 问我在哪呢现在 然后就说在哪在哪 然后聊电话 十分钟以后我被终好 直到看到警察王蒙说 他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火 最终王蒙因为销赃 被判处有机徒刑一年半 王蒙说事后自己很后悔 一直想和父亲好好谈谈 但是最终也没有等到这样的机会 一年半的事业 他一直没看过 我那时候 我二十岁 但是王蒙的姑姑却认为 王蒙走到今天这一步 都和他的母亲黄美华有关 孩子是十六以后开始走家 而且极端 他这个跟妈妈也很有关系 那你说再跟你在一起呢 别说投赢车了 别人的东西放在那 没人动都能不能去拿 一年半后王蒙刑满释放 同一年王蒙的继母因病过世 回到家后王蒙说 这次他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好好干点事情出来 一是自己年纪不小了 该有份正经的事做了 二是想证明给父亲看 自己是个有用的人 得不到父亲的肯定 王蒙变得心灰意冷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女孩走进了他的心里 女孩是王蒙的初中同学 两人原本就是同学 再次相遇之后 迅速发展成了恋人 2005年 在征得双方家长同意后 两人结了婚 至此王蒙说 自己终于有了个家 是从搞对象开始 就从去我老丈二家开始那时候 一直到结婚 以后我才真真正正正的 就感觉 我回到我老丈二家那边 那块才是我家 有妈有爸 王蒙结婚之后 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 第二年生下了女儿 王蒙说 因为自己从小就缺少家庭的关爱 有了孩子之后 他更加把全部的爱 都投入到了自己的家里 感觉吧 我既然说成家了 我不能叫我爸那样 这种事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再经历 而且就是说 我不能让我媳妇受这种折磨 有了小孙女 王清彬心里也很高兴 并且还把前妻黄美华 他接了回来 让他帮着一起照顾孩子 看到一家人团聚了 王蒙说自己很是高兴 想找父亲谈谈 劝他和母亲复婚 但是却被自己的姑姑拦了下来 姑姑觉得黄美华这次回来 正是王清彬 拆迁款到账的时候 他认为黄美华的目的并不单纯 他说那些根本的都不对 就是因为他这个家产 他主要还是静静的女人 最终王清彬没有和黄美华复婚 并且在王蒙劝说一个月后 父亲又开始不回家了 原来他在外面 又有了新的女人 我爸在外边就是说 干人的同居啊 怎么地啊 拿完来的买的衣服 都是我妈洗 穿着干净被锁地走 上人家那去 买买他也回来 然而对于这一切 黄美华说自己早已习惯了 人家又没跟你复婚 你有什么权利管人呢 所以说后期我也就习惯了 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你愿意在外怎么地就怎么地 看着母亲伤心难过 而父亲却在外面潇洒快活 王蒙说他不止一次地劝父亲回家 但是都改变不了现实 你说我这次吧 就是说 吓得挺大决心 打算用这种手段 把他抓上 我跟他唠一唠 你有儿 有孙女 能不能回家 咱们一家人好好过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陆世珍教授 欢迎陆老师 你好 陆老师你看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一起 说是离奇但看上去更让我们痛心的案件 您觉得这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 我们可以看这个过程中 他父亲可能从小就没有跟他坐下来认真沟通过 就是父子之间到了28岁了 应该经常的可以像成人一样坐下来聊天 比如说我们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 这个父亲假如觉得跟他母亲不可能再复婚了 把他当成一个男子汉 坦率的把自己这些年的心理的路程 和自己目前的一些想法 坦率的跟儿子说清楚 而且再一次强调 不管什么 我都是一如既往的关注你 我也希望你妈妈幸福 如果能有这样的坦率的沟通 我觉得没有这个结果 离异这种事现在生活当中太常见了 特别多 然后这个父母在离异的时候 应该怎么处理才能尽量少的影响到孩子 这个在当你决定离婚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慎重的考虑如何面对这个孩子 比如说他跟着母亲 父亲常常不在他身边 他从来生活当中不知道他有 或者说没有感受过他这个父亲 那么不管怎么样 即便这个母亲很伤心 很正确的教育方法 那么我们从内在的心理潜质上来讲 他长大以后 他的那种情感缺失的影响一定是深藏在他内心的 离异了 孩子终归要判归一方 那另一方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让这个孩子不感受到这份爱的缺失 法律上实际上是给提供了一个前提 这个孩子的父亲或者是对方 你说你爸不是个东西 他不要我们娘俩 对就是他太坏了 就是把那个对婚姻生活那个怨气啊 全部传递给孩子 为让父亲回家不惜找人绑架 找几个人 就是这个人包在小几个儿子 却不料节外生枝 父亲惨死他人之手 我慢慢都没想到 我到那儿了他把人的伤 我想有个家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2011年4月 王蒙通过朋友介绍 找到了一个名叫张金龙的人 他让我找几个人 就是有个人签二十年 不给 让我去帮救钱 找好了人 王蒙摸清了父亲的行踪之后 就把父亲出住的地点和车牌号 告诉了张金龙 通知他当晚动手 说是这个人 毛在他小几个儿子 来说在回当地 就要我们在那儿挡着 没过多久 王清斌开车 回到了在外面居住的小区 车还没停稳 张金龙就带着人 把他绑到了自己的车上 抓到了王清斌之后 张金龙把车开到了王蒙指定的地点 但是打开车门的那个瞬间 王蒙傻眼了 我当时就是脑袋已经空白了 等我到了 人就已经不行了 就已经死了 我开了车门 在那儿愣了 对我什么能不能 就是说 钱是里边就已经就崩溃了 王蒙说 他只是想找父亲谈谈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看到父亲死了 王蒙开始质问张金龙 张金龙说 绑到王清斌后 其他的三个人半路下了车 车上只剩下他和王清斌两个人 在开车来见王蒙的路上 王清斌挣脱了绳子 张金龙怕事情败露 情急之下勒死了他 王蒙说 看到张金龙 失手杀了自己的父亲 他也很意外 也很震惊 那接下来 王蒙会怎么做呢 王蒙说 事后他拿走了父亲身上的东西 并让张金龙把父亲的尸体 扔到了自己家后院的废井里 回家之后 王蒙说自己很是害怕 但是他还是把事情告诉了自己的母亲黄美华 黄美华说 虽然王蒙没有说清楚 但是他心里明白 王清斌肯定是出事了 一面是自己曾经的丈夫 一面是自己的亲身儿子 黄美华说自己左右为难 心里明白王蒙这么做是为了自己 最终他还是没有报警 把事情隐瞒了下来 恨你却 还心疼 还恨你 有什么用 这不傻吗 你说 自己的结婚成家了 你说 但是没多久 事情还是败露了 这就发生了节目一开始的那一幕 而对于王庆斌的死 他的家人始终无法释怀 把你爸当天整完 你妈妈不知道 你毕竟夫妻一场 谁能理解这个事啊 那简直也太狠了 事到如今 王蒙的母亲和姑姑都十分感慨 都认为是扭曲的亲情害了她 就是什么都不用说 王蒙的小孩儿 今天就是这个家庭不好 我认我哥哥没责任 他妈是逃脱不了这个责任的 那你就说他假设 孩子要跟他共同 对他爸有想法 你把孩子批评批评 孩子这不也就能转回来吗 能走到这么极端吗 记者采访的时候 王蒙说 他最大的心愿 还是想有个家 目前王蒙张进龙以及黄美华等人 已经被批准逮捕 一说到离婚 现在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财产怎么分 但通过今天的案例我们明白了 夫妻两个在离婚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孩子怎么办 我们在离婚的时候 就算和对方产生了这种敌视的情绪 心里边也一定要记住 他可以不再是我的爱人 但这是我们两个共同的孩子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感谢陆老师参与我们的模式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